台上受北洋的人士热情的和市长合照 何伟宇表示 今年因为气候变迁 需要更多的社区、市民 还有企业以及教育机构 大家一起来面对可能发生的天灾 目前新北市已经有181处 获得防灾社区的认证标章 将来防灾、减灾做好 后面就可以减少救灾及灾后附件工作 最主要因为气候变迁 我们需要更多的社区、市民 还有企业以及教育机构 大家一起来面对 在气候变迁底下 我们更要来用防灾社区认证标章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参与 所以这几年新北市不但在 防灾社区的认证标章 已经做了181次 我们未来一定要做到400次 尤其在内政部的表扬里面 任性社区新北市有46个社区得到表扬 占全国的42.1% 是我们全国第一名 板桥乔中理这次也荣获防灾社区认证 区长范江康康说 李明在受训的过程中 必须要先熟悉自己社区的地理环境 再来临时能够自救再救人才是首要 在所有的救护尚未赶到前 事前抢救都是相当关键的 那在这一段期间那我们总共会上有六堂的课程 那我们请那个台大的教授来给我们指导 那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防灾 那就是要让我们的桥总理的李明 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环境 那在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先自救 然后再救人 那想这样子才是最重要的一件的防灾的事件 那当然在防灾的过程中 我们也做到减灾 那做好事前的准备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去做抢灾的工作 让人民的生命财产降到最低 那在整个灾害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做好应变的作为 那在灾害之后 那我们也要赶快回复到 赶快做复原的动作 让民众能够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那在演练的过程 那当然有一些像灭火器的操作 跟还有CPR的一个抢救的过程 那这些都是属于在第一时间 在消防局的消防车或救护车 还没有抵达之前 能够先做一个自救的一个方式 那能够达到第一时间 能够抢救的一个行为 中央区一共有三位里长 荣获防灾事的奖项 分别是中安里里长李千国 闭合里里长赖清华 以及平和里里长葛瑟芬 李千国说防灾事的工作项目 主要就是当灾害发生时 利用平时所学疏散人员 保障里民安危 都是训练的主要目标 那我们GEO的防灾事的话 主要是里长 他身为一个地方的我们里长 那主要是说 当社区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故 我们可以透过平时的训练 训练我们巡守队的队员 那以及我们一些志工团体 来针对一些像是里内重大事故 来协助 比如说人员的疏散 或人员的安置 还有一些后送等等的 那主要是希望是说 我们里长还能够协助 当地区发生一些重大事故的时候 能够给予一个即时的协助 那我们也透过平常的训练 那我们的志工都协助 比如说像是包扎 灭火 或者是一些树枝的掉落的部分的话 做一些灾后的处理 那我们三位里长都非常认真的投入 分别是我们赖清华里长 还有我们葛瑟芬里长 今天很高兴能够荣获 这个肌肉防灾事的奖项 谢谢 霍宇表示 非常感谢所有的防灾社区 以及防灾市 单靠政府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 未来预定在四年内 防灾社区可以达到400处 任性社区达到100处 防灾市更可以突破12000人 让新北市更好更安全 记者蔡一杰 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